下面新加坡同修有一个提问 他说最近有一本 净空法诗法语 法院忏悔文 在中国国内与海外都流通得很广 请问这本书真的是老法师写的吗 他拿来给我看了 这本书 我看了一看 这里面都不是我讲的 那么现在 他还编了一个 编了一段 编了一段 净空法诗法语 这个我都不知道 那么像这种情形 过去我们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局长我们都很熟了 他曾经告诉过我 他说国内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人 也不一定是佛教徒 冒冒充法师的民意在国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他说法师你完全不知道 他说这个与你不相干 这些事情由宗教局 由公安机构来处理 我也很感谢他 我也很感谢他 我确实不知道 大概不止这样 叶局长说这种事情很多 最普遍的 当然就是印诵经书光碟 没有批文 而且怎么样 他拿去贩卖 凡是贩卖 一定要纳税 那么他这就是漏税 如果是赠送 还情有可原 拿去贩卖的话 这个一定要向政府拿税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些事情 我想还是让国内宗教部门 有关部门去处理 我们实在讲 问不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讲我们华严谨 啊